詞曲 李宗盛 讓生活自卑 讓心更自由 生命電視和你 一起直訴念佛 放生點燈 執著 沫滅爺 執著 沫滅爺 沫滅爺 沫滅門 沫滅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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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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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很好 有錢可以拿來供養三寶 可以來做好事 但是有錢不能幫助解脫生死 所以說有錢是個住員 但不是就近 那當然站在菩薩道 兩個都要 就像說 人家說給你一百萬美金 然後第二個條件 給你一輩子都不會生氣 你要哪一種 一般人說不要生氣 那我說兩個都要 因為不生氣 我內心很平靜 有一百萬美金可以做很多幫助眾生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佛教叫菩薩道 菩薩道呢 它是包含了世間的福寶 也包含了要有一個解脫的生命 解脫的心 更重要的 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幫助各種的生命 離苦得樂 所以簡單的說 我們的生命有意義 但是就來自於幫助眾生 就像我們今天 大家 很多菩薩一大早 我們就要去開車 跑了很遠 去河邊 放生 各位你要多思維這個道理 當我們去放生的時候 這一幕啊 會影響你的心態 哇 好有意義 好快樂 雖然肉體上坐車很久 又下雨 做煙共 熏了一大堆 頭都暈 那是好有意義 因為能夠幫助眾生 今天我們在馬來西亞 他們又救了要被殺的野生的大蟒蛇 救了119隻 等一下 沙杜沙杜 野生的一公尺長的四角蛇 歐洲人要用它的皮來做皮包 救了49隻 救了很多野生的烏龜 鱼 所以我們跟那個野生的屠宰場說 初一十五 你們錢照賺 但是你不要殺生 也救了裡面的工人 那些工人老實說 都是我們緬甸過去的工人 因為經濟上的因素 沒辦法從事於殺生的行業 老闆 老闆是華人 懂得怎麼賺錢 但是呢 想一想他們也很可憐 那個老闆說沒辦法 所以為了賺錢 他必須傷害到其他生命 他也知道夜報不好 所以我們參加法會他都會來 現在已經有一點狀況出現了 這個因言國報 不見得是來勢報 有些現世就報應了 所以當然就像喝冰水喝太多 會傷身體 但是冰水又好好喝 但是又克制不了 我想修行還是能夠深信因果 首先要講就是跟他說 那我們去思維 每個月的十五 初一十五 佛菩薩的聖誕 一定有很多很多人去拜佛塔 去印佛經 去做善事 吃素 去慈悲 讓我們內心隨喜隨喜這個功德 那我們也希望隨喜所有的功德 再把這個功德普接迴向 融入很多受苦的眾生 我們必須關心整個世界眾生 那現在有報紙 有媒體 讓我們很有機會去去了解 也去隨喜 也去幫助 所以哪一個國家發生什麼樣的災難 在政治上哪裡有一點挫折 在經濟上怎麼樣如何 那各位這就是菩薩道 你要關心世間法 你要關心佛教 你要關心所有的生命 那我們必須要保持在這種狀態 那為了要關心這些生命離苦的樂 那我們要一直累積功德 那為了要累積這善根功德 我們要祈求三寶的加持 我們隨喜世間上所有善法的功德 然後呢 願這個功德 就像外面如果烏漆麻黑 只要點一盞燈 在黑的地方那一盞燈都看得見 就像天上的星星再小 但是那個光啊 遠遠越黑 它就越亮 所以雖然我們功德有限 但是一個能發菩提心呢 來關心這個世界眾生 他的心就像那個星星一樣 但是如果他發的是圓滿的菩提心 什麼叫圓滿的菩提心呢 正的徹底的空性產生了平等的大悲 那這樣一個圓滿的菩提心 那他就像十五的月亮這麼大 佛陀也這樣比喻 他說世間的布施供養 功德很大 像天上的星星 但是用慈悲心 菩提心 所做的一點點的布施 他的亮度就像月亮一樣 月亮的亮度 十五的月亮 超過一百千萬的星星 所以雖然我們能夠做的有限 但是菩薩道就要我們圓滿一個徹底的心態 所以講到這個地方 為了要幫助自己 為了要幫助眾生 各位一定要保持在百分之一百的圓滿的心態 那你要達到百分之一百圓滿的心態 就要徹底正的空性 那有了空性 那你就不會有這種貪嗔痴傲慢懷疑 種種種種負面的心態 所以你一定要守護你的心 這才是守護這個世界 因為你有一個圓滿的菩提心 你的念佛 誦經 詞咒 一點點的力量 就變十五的月亮一樣 可以照亮整個世界 就像各位剛剛點了這麼多燈 唸一下 再唸一次 菩提心燈 大慈悲為由 大慈悲為由 大慈悲為柱 大慈悲為光 當願六道父母眾生 顯發智慧 脫離輪迴 發菩提心 喪品喪生 極樂世界 趁願再來 廣度眾生 同誠佛道 雖然我們假設只有點一盞燈 但是我們要讓自己的心態 真實的圓滿 像十五的月亮一樣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佛法叫心法 但是為了你要把這個心圓滿菩提心 那各位首先要做的 也叫調伏自心 所以你要經常反省 關照自己 征服自己 調伏自己 這個世界如果你要生氣 你可以找一萬個理由來生氣 一萬個理由來抱怨 因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五濁惡事 娑婆世界 這個世界並沒有真正究竟的快樂 這個世界叫娑婆 只有忍耐 堪忍 只能忍耐 這樣過日子 就像這個身體經常要找你麻煩 那邊痠 那邊痛 一下那邊不舒服 但是你不要太在乎它 如果你太在乎它 那你被這個身體卡住了 這個身體它就 佛經說這個身體是四條蛇組成的 兩條朝上 兩條朝下 所以一天到晚在吵架 地水火風 經常在不協調 那不協調就那邊痛那邊痛 但是很幸運的 我們可以運用這個 短暫無常不清淨會生病的身體 然後來修行 拿來打坐 拿來念佛 拿來利益眾生 就像各位聽我講話 事實上我講話都很用力 因為我每天講太多話 沒事的時候我更喜歡念咒 然後呢 一直做超度 一直寫牌位 還是看經典 那看經典我師父才跟我說 一定要念初聲 如果你沒有念初聲 一般一般的眾生聽不到 惡地菩薩才聽得到 惡地菩薩太少了 其他的凡夫都聽不到 天神也聽不到 所以你看經典你叫念初聲 所以對我來講 我必須要很用力 但是我認為現在雖然很用力 但是很值得 很有意義 所以凡事都是在痛苦中完成的 一切都是勉強的 所以特別你要修行 你要去思維 生病 得癌症 老病死 輪回 很苦很苦 所以有人問我說 師父修行是不是不會痛苦 我只能這樣回答 修行也痛苦 不修行也痛苦 你問洪光法是痛不痛苦 但是世間的痛苦沒有意義更痛苦 修行的痛苦可以解脫痛苦 可以雖然很苦 但是可以幫助別人解脫痛苦 就像各位媽媽 你懷孕生小孩子苦不苦 苦啊 那是甘願啊 甘願很苦啊 但是因為你認為甘願嘛 所以那個苦你可以忍受 所以往往一個小孩生完 我下回不生了 下回繼續生 一個 兩個 三個 所以菩薩他就是天天在生小孩一樣 天天在痛苦的狀態 但是他覺得有意義他願意去做 所以如果你想要解脫 那你也不能怕苦 因為你要淡念無常 聖物放逸 就像火已經燒到眉毛了 你一點點都不能忍受痛苦 就像很多人問我說 師父你們為什麼要出家 怕苦啊 我說你們都不怕苦啊 都佩服了 很苦啊 談感情很苦啊 賺錢很苦啊 活著真苦啊 沒有一點快樂的 這個世界並不是越老越快樂 這個世界很可憐就是越老越苦 這個世界到最後都是一個悲劇 所以剛剛我講了自民喪失91歲 然後懷病而死 我的師公真華長老92歲 也是懷著病苦而往生 我的法祖和尚絕光長老活到94歲 那更是懷著長期的病苦而死 但是這些菩薩他們不怕 他這個苦可以讓他不斷的來跟人家結緣 來累積之良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發言 趕快要投胎再來 再來苦 他就可以推廣佛法 他可以利益更多眾生 所以各位講到這個地方 首先要把痛苦當作一種助援 因為痛苦讓你想要解脫 因為痛苦讓你更慈悲 因為痛苦讓你更精進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痛苦 那你就不會想解脫 也不會精進 所以各位不能怕痛苦 往往這個世界每個人都在怕痛苦 所以我要喝涼的 要吃好的 我要買好的車子 我要享受 我不願意寂寞 各位女孩子 你為什麼會結婚 寂寞 怕寂寞 我要找一個人 依靠 有些人為什麼要養狗 依靠不掉人 就依靠狗 因為我不希望我的感情沒有依靠 事實上依靠更痛苦 對不對 如果你有智慧的話 抽菸的人快樂 還是不需要抽菸的人快樂 當然不需要抽菸的人快樂 喝酒的人快樂 還是不需要喝酒的人快樂 喝酒的人就是他不喝酒很痛苦 戒酒消愁 愁更愁 讓他甘願 但是有智慧的人 不喝酒沒事了吧 就像以前我很好賭 我還沒有學佛以前在家很好賭 有一個人跟我講一句話 我覺得我回去想了很久 我終於開悟了 賭博什麼時候停止 你什麼時候贏 太簡單了 我回去想了很久 所以這個叫思維 想完以後決心不獨博了 不然我就永遠在輸的狀態裡面 所以愛情什麼時候停止 什麼時候快樂 好好想一下 那你結婚了怎麼辦 那就不要用世俗的愛情去對待對方 用慈悲去對待對方 慈悲是沒有佔有的 沒有控制的 沒有嫉妒的 沒有失去的 因為無所求 慈悲就是希望對方離苦而已 無所求 無所求就沒有痛苦 那世間的愛情是自私的 佔有的 控制的 所以 對你們有主意 對的 為了 跟你們說 那當時 我們要的 跟你們說 關於 那一天一個變化無常 一個意外 就算你們兩個感情很好 那一天突然有一個走了 怎麼辦 所以我有一個徒弟已經出家了 他出家前 他決心要出家的時候 還沒障礙 後來他居然還沒出家前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呢 就開始很多問題來了 後來他還跟這個女孩子結婚 又生了好幾個小孩 然後身體也不好 家庭也失敗 然後弄得很痛苦 原因 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結過婚 生病死掉的太太不甘願 天天找他麻煩 甚至有一次他跟我們在法醫院借車 一開差一點被撞死 他這個太太已經有一點恨他 恨到他要讓他死 一個死掉的人 我們相信佛法的人 生命有輪迴的 今天你執著一個東西 然後你的先生跟你說他要出家 好吧 就算我死了我甘願了 結果他又去跟別人結婚又生小孩 你看他恨了 所以他每天 也會影響到他新結婚的太太睡不著覺 憂鬱症 也會影響自己心情都不好 因為造成一個負面的不好的心態 所以佛陀叫我們千萬不要傷害眾生 因為你傷害眾生一定自己痛苦 殺生 偷盜 邪淫 騙人 喝酒 最近有人問我同性念的問題 我只能跟他說 你爸爸媽媽認同同意你這樣做嗎 他說當然不會 我說問題就在這邊 愛情重要還是孝順重要 他說師父你這樣講不公平 我又不是故意的 難道女孩子談戀愛可以 我一個男人跟男人談戀愛不行嗎 那好在他問我 愛情不分男生 女生 同性念 異性念都是苦 不然我們何必出家呢 我們出家前也很苦 為了要把這個感情放下斷掉 那個是比把他殺了都還殘忍 非常殘忍的 但是又沒辦法 因為不這樣 最後還是痛苦 愛情像毒品一樣 哪有人天天在吸毒呢 所以只能放下 那放下的過程是痛苦的 但是同性念你的父母 當然心裡很難過 當然你也有痛苦 但是同性念是一種夜報 過去世所造的一個惡夜 所以佛經說 此笑佛像 此笑出家人 或是勾引出家人 或是破壞到世間的感情的種種 那就造成你這輩子的感情的痛苦 那如果站在佛法 首先我們就要懺悔 那進一步能夠得到解脫 因為不能再去碰這個事情了 你碰這個事情就很痛苦 所以當然我跟他說 你要想盡辦法 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慾望 當然如果你一定要結婚 找一個同性念配偶 結婚一輩子 站在世間的法律不能說錯 但是站在因果夜報 是一個無奈的事情 將來一樣有因果 只是我們已經知道錯了 為什麼不有一個智慧跟決心 斷除它 改變它 佛的力量不可思議 我想 我講到這個問題 修行 就像人類的慾望跟感情一樣 如果你隨著感覺走 我喜歡他 我喜歡跟他講話聊天 住在一起結婚 那是你失敗的 因為你有一個依賴饑渴的感情 或欲望 那不是一種成功 那你成為欲望感情的奴隸 那這個苦就 你愛得越深越苦 因為你怕對方離開 你怕對方改變 當然我也聽過以前 是哪一位文學家 什麼胡適還是哪一位 他跟他的太太一起自殺 因為他們兩個感情很好 但是自殺 最後能夠在一起嗎 自殺的果報 沒辦法形容 你必須重複那個自殺的痛苦 要不是自殺以後 兩個人可以在一起 但是因為人用自己的 自己騙自己 所以各位這一點要知道 世間的快樂都是假的快樂 叫偽裝的不是真的 那我們今天有機會學佛 釋迦牟尼佛視線給我們看 佛陀為什麼要出家 如何征服自己欲望稱恨的過程 征服了 在菩提樹下成佛了 他才可以用他的慈悲心與智慧 來教化感化 所以我經常背這句話 佛陀以無量節的精進 消除了自己的貪嗔痴 欲望的煩惱 才能夠用慈悲感化這個世界 就像點燈一樣照亮這個世界 那如果以這句話來講 你陷入了愛情 那你不是輸了嗎 陷入了生氣恨執著 那就輸了嗎 我心甘情願成為欲望稱恨的奴隸 輸了吧 所以今天我們去 這條河叫什麼河 他們講了那一位昆沙的故事 也講了那一位諾康的故事 那我 等到我們出家人趕快就寫排位啊 功德很大 寫排位 希望他們離苦得了 那同時要寫 所有因為毒品 而是被毒品所害 而死亡而受苦者 希望他們都脫離毒品的痛苦 甚至整條河裔 這條河裔影響了好幾個國家 所以這條河裔兩邊的所有友情 都希望他們離開痛苦 所以我想想一個人 你在世間再怎麼成功 像個皇帝 那只是短暫的 來世更長耶 各位你想想看 來世你升天至少900萬年 來世你下地獄至少191年 來世你做軌道170億年 來世你做動物 你這輩子殺五隻雞 那你要做2500次的雞被殺 所以來世你做動物 做軌道 下地獄 做天人 那個時間次數無量無變 唯有做人是最殊勝的 短短的八九十年 又能夠聽聞佛法 不趕快努力修行 征服生命輪迴的痛苦 乃至幫助眾生 不然那你就要浪費你寶貴的人生 所以佛經說 我們這個寶貴的人生如一次 長壽千百億年的海歸 一百年浮出來一次 就剛好有一次 在海上有一個木頭上面有一個洞 它可以投窗過去 那要這個機率太小了 它才有機會做一次人 所以各位你現在都知道我的意思了 所以不能墮胎 要保護生命 因為他百千萬劫的輪回 終於輪到他 因緣成熟可以投胎做人了 媽媽不要他 把他給殺害了 你看這個小孩多怨了 那對媽媽當然也不好 所以來 所以來 法會功德 今日放生功德 河邊淹共功德 禮拜佛塔寺廟功德 回向所有流產台兒 流產的父母 同享功德 所以當我們一直去思維這個道理 那你就會生起一個悲心 哎呀他們好苦 那自己一定要經常去思維 你才會生起出離心 我不要再痛苦了 輪回很痛苦 難得投胎做人 所以而且又能夠聽聞佛法 又能夠聽聞大乘佛教 然後自己又把生命浪費在世間的貪嗔痴 甚至我經常勸人家 出家了 修醒了 就不要再生氣了 就不要再起慾望了 因為你已經懂佛法了 懂佛法了 然後還在那邊造業 還在那邊造輪回的因 那是太可惜了 所以剛剛還在車上說 如何把菩提心的軟體植入在腦裡面這樣 然後讓你的腦裡面都不能起探嗔痴 一起探嗔痴就觸電這樣 要死要死了 所以佛法各位要像敲墨魚 墨魚魚的眼睛不敢閉起來 一閉起來就被吃掉了 所以要保持這個決心 不要再睡覺了對不對 不要再無明就要睡覺了 要保持圓滿的了解一切 了解自己 了解眾生 叫圓絕成佛了 所以阿羅漢也是菩提 叫生文言體 生文菩提 他聽到痛苦 哇 他就怕了 生老病死 愛別離苦 求不得苦 怨真會苦 五孕赤甚苦 他一感受到痛苦 然後佛陀給他講 聽到佛陀講 痛苦的因來自於無明貪愛 想要逃離這個痛苦 那你就要消滅無明貪愛 你要消滅無明貪愛 那你就要出家 持戒禪定 斷除貪嗔痴 正阿羅漢 他們就走了 這個叫生文菩提 那圓絕呢 雖然自己可能很好命 但是看到花開花泄 看到有隔壁有老人死了 那時候沒有佛陀在講法 但是這因緣變化 他就體悟了 哎呀 一切都是生滅 所以他就出家了 努力的修行 正的批斥佛展現神通 用神通度種神 因為他必須接受供養 他接受供養 出家人不是懶得賺錢 出家人是要把所有的經歷 時間拿來解脫生死 拿來追求菩提 所以他不想浪費時間 所以並不是懶惰 並不是懶惰 但是也要讓自己 讓別人有功德 出家人出來脫波 把握所有的修行 持戒的功德 不施給供養我飯菜的人 不施 然後呢 希望對方能夠得到他的福報 進一步 希望對方也能夠解脫 所以我想各位要去思維苦 苦的原因 你要死修 無論是自己感受到苦 還是感受到眾生苦 像我自己 我這輩子還算滿好命的 很有福報 那是因為我媽媽生病了 病得很厲害 癌症 醫生說可能沒用了 接下來就是面對痛苦 面對痛苦 我一聽我沒辦法接受這個事情 因為我媽媽 我比較偏我媽媽 我對我爸爸不太尊敬 因為我爸爸是知識分子 有錢人 我媽媽是鄉下沒錢人 好像是賣給我爸爸了 所以他就委屈忍辱這樣修 那我們當然會騙媽媽 那是因為媽媽在生病 你一點點都受不了 又知道這麼嚴重的病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講 我就想那生命真苦 我用什麼方法能夠幫助我的媽媽 所以我有機會讀到地藏經 我就跪在地上讀地藏經 讀完以後 我就決心法醫院出家了 因為對媽媽你一定要用 一百分的方法來對她 但是我發院的第三天 我媽媽就出院了 然後到今天已經 二十七年了都好好的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但是因為我媽媽的痛苦 讓我發出力心 學地藏王菩薩的菩提心 所以我當然想要出家 後來我回家我就跟我太太說 你也有爸爸媽媽 我也有爸爸媽媽 那我們不能讓爸爸媽媽辛苦一輩子 最後生病死掉輪迴 因為不可能叫他們修行的 一個人能夠聽聞佛法 像各位願意坐在這邊聽聞佛法 那是無量事的善根才有辦法 當然坐在這邊還有分兩種 聽得懂跟聽不懂 還有第三種 雖然聽懂了卻沒有入心 然後走了就算了這樣 各有各的因緣 我是屬於那種人 一次聽懂就要用生命去做的那種人 我是屬於那種人 這也是我過去是修的福報 所以我這輩子很重視印經 很重視推廣經典 很重視供養出家人 因為我希望我來世 最好出生的時候就看到出家人 然後就出家了 我不要等著混了一圈再來 我如果什麼時候聽到佛法 看到出家人看到佛經我就要出家了 因為免得浪費生命 所以因為我母親的這種情況 讓我發起這個心 所以來精進 所以我跟我太太說 我們現在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要孝順父母 孝順父母我們就要學佛守戒律 那我這個人我願意非常孝順 所以我要為他們出家修行 當然出家修行對你是很大的痛苦 因為我必須離開你 但是這個痛苦的本體也是假的 我講得很好聽 他說你亂七八糟講什麼痛苦 我說明明沒有哪有痛苦你拿給我看 他說他心肝都快裂掉了 這個假的又有智慧對你來講 沒有心肝的痛苦 你要沒智慧你會覺得我心肝快裂掉了 但是我只能給他講 媽媽跟太太我一定選擇媽媽的 但是也不是不愛你 只是愛要提升 讓你解脫那才是真愛 天天拿毒品給你吃 我愛你我愛你 那是他害死你 所以就我們已經學佛了來看 男女的愛情本來就是一種約束痛苦 輪迴 不自由 所以很多人都在追求幸福快樂自由 我們以前以為有錢有地位是幸福 現在才知道脫離這些束縛 脫離這些執著才是幸福 自由 進一步能夠幫助別人更幸福 這個死亡痛苦是必然的 所以我都觀想過得癌症死亡 被火燒死亡 被砍頭死亡 我都想了 我都準備好了 所以我每次去有人 特別是天主教 天主教 我們這次去歐洲 很多傳教士被斷頭 被火燒 我很喜歡進入那個觀想 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 那一種替眾生贖罪忍入了痛苦 我就很認真的觀想 要觀想到自己身體很痛在流血 但是心裡很高興 我能夠替眾生贖罪 聖母瑪利亞抱著死亡的耶穌 抱在手上 這叫聖桑 這就是母親 母親的愛 能夠生了一個 對世人有幫助的耶穌基督 母親雖然感情上痛苦 心裡很快樂 各位這些你要去模擬 你不能說與我無關 記住這句話 特別我們修大乘佛教 心肝要很軟很軟很脆弱很脆弱 別人一點點痛苦你都受不了 所以你不願意去罵人家 你不願意去用一個壓力給對方痛苦 就像有時候明明我不希望的東西 對方交給我 師父交給你 你用吧 我為了讓他高興要假裝用一下 因為就怕對方不高興 所以但是你修這個也是一種忍辱 也是一種慈悲 所以各位這一點我必須強調 特別我們講空性 空性就是你能夠 什麼叫空性所展現出來 無虛偽的大悲心 是你能夠百分之一百的感受到 那一隻小蒼蠅的痛苦 今天你家裡有網門 小蒼蠅跑進來了 它飛不出去了 那你要覺得很痛苦 首先你要趕快拿一點甜甜的餅乾 讓它吃一吃 吃完以後你要用什麼方法窗戶打開 讓它趕快去自由吧 不然它關在裡面 就像有時候我去很多地方 那些蜘蛛關在裡面 我看它們要餓死了 因為它們裡面沒有什麼洞 也沒有蚊子飛進來 然後它們就是它也不吃素 所以我每次看到它 就會跟它說蜘蛛 我看你就吃素吧 你要發怨 你餓死是必然的 喝喝水吧 我也不希望你吃到蚊子 因為你歸一三寶 要跟它念一念 你不能說以我無關 那你要感受到它的痛苦 念一下 因為了解 所以慈悲 它說話講清楚 一個女人愛一個男人 或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 她只想了解它 她對別人都沒興趣 那個叫執著啊 那不叫了解 我們講的了解 是你對所有生命 這個花 它就是希望漂亮一點 這個花裡面有花靈 你一動它它就會離開 它不執著 因為它知道這花是短暫的 所以我們這個花灑灑清涼的水 念念歐曼尼別綿紅 希望這個花開得更久 希望執著在花上面的靈氣 也能夠超度 那你要有這個 要很強烈的悲心 每天去做很多的事情 你就沒有執著的愛情 一個人之所以痛苦 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 定在他的身體 家庭 事業 兒女 感情上面 這個叫執著 執著就痛苦 佛教裡面講 就像男女之間 你很愛對方 就像用掙扎的對方 他會跑掉的 那佛教要的是這種平的 平等的沒有壓力的愛 叫慈悲 那各位這個慈悲你一定要去培養 你不能說我每天在讀經典 找課 晚課 看到人就趕快跑 那不行 你要愛花 愛人 愛空氣 愛鳥 愛魚 愛排位 所以我每次經過 我都會跑到裡面去念一念再出來 跑到裡面去念一念再出來 因為亨德有地藏殿 然後有地藏王菩薩 這麼慈悲 你們都睡覺了 他一個人還坐在這邊 然後他在關心那些地獄道 惡鬼道 死亡者 對地藏王菩薩來講 眾生 特別三惡道眾生 都是他的心中的媽媽 他已經答應釋迦牟尼佛 我絕對不會讓任何一個 三惡道的眾生 墮落在輪迴裡面 我想盡辦法要超度他 哪怕他聽一句佛號 菩薩名號 一句咒語 一句經典 他都可以解脫 他就守在那邊 所以我們要去學地藏王菩薩這種 耐得起孤獨 不怕痛苦 不怕鬼道 不怕地獄 地獄不空 師不成佛 你要去學他 以地藏王菩薩的悲怨的心態 來幫助這些往生者 也不是光我們觀音室的所有往生者 你要看一下 所有魂墓區 所有往生排位 所有死亡的動物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我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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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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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你只要你有这个佛种 但是你要去培养 培养这个佛种让它萌芽 让它越来越壮大 那你要去培养这个佛种 就不能够离开受苦的众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经常去关心别人 去关心众生 所以报纸一打开 就是你修慈悲心的时候 网络一打开 不是看好不好看 是修慈悲心的时候 不管她是政治人物 她是一个可怜的妓女 她是一个生病死亡的 所以前两天发生一个 前三天吧 在台湾台南 有一位忧郁症的妈妈 32岁 她趁她老公不在的时候 开着车子载了两个小孩 一个五岁 一个三岁 然后她就载到一个湖边 我那边我还常去叫虎头碑 先把两个小孩子 先小的给她套塑胶袋 然后把她勒死 先大的五岁的 然后再把两岁的又把她死 然后她自己在后座 用一个同精神后座上吊 那个可以不用吊了 然后她就这样吊着死掉 三个全死 三个全死 所以来 法徽功德 回家 陈姓妇人 林姓五岁 两岁小朋友 童享功德 萧嫣姐姐 离苦得乐 祢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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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各位 你必须去了解众生的苦 那你来帮助你想到他们的苦 而对他们生起悲心 因为我经常晚上一个人在写牌围 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一写他不来了嘛 但是那个时候是你在保护自己 你没有悲心 悲心不够强 你怕鬼 悲心够强 你只有同行他 你根本不会怕 所以南传佛教 我以前刚出家 他们叫我们去生灵修行 面对虹目 他就叫征服你这个对自我的贪爱 对自己生命 有鬼会不会伤害我 但是问题是 你要真的有悲心的时候 你就会超越这个对身体的执着 这个怕 这个怕你都没有了 因为他太苦了 你根本不会想到自己怕吧 如果你的悲心不够 你只想要保护自己 我怕这个鬼找我 我帮他超度 他不知道会不会找我 你应该说 你来找我吧 找我才好 我累积功德 然后希望你早一点离苦 我想各位必须要开始 有这个空性 连结众生的苦 你要把众生的苦 成为你一个人的责任 妙法廉华经讲了 整个世界的苦 就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因为只有你一个人 懂的佛法 懂的方法 不能依赖别人 也不能依靠别人 所以学佛是一种 特别是大乘佛教 是一种使命感 是一种责任感 为了如此 所以我各方面 我都要表现得很好 我各方面 头发 眼神 讲话 写字 走路 穿衣服 任何一个都不能让别人 有一个负面的印象 如果一个人 我是学佛了 我吃素 讲话乱讲 身体 衣服脏脏了 然后这个人是没有悲心的 因为他不管形象的 所以有时候我告诉人家说 学佛最好像一个女生 她以为全世界都在看她这样 然后她每天就 连一根头发都绑得很好 很注意这个 所以如果你不管这个 无所谓 我胖一点无所谓 你胖一点无所谓 佛陀有所谓 佛陀说出家人最好晚上不要吃瘦瘦的 这才叫出家人 胖就是懒惰 贪不能怎么会胖 所以在这一点各位你要有个自卑感 哎呀 我现在肚子大了 自卑 像我走路都缩着肚子 像海盗法师苗条 那是缩着肚子了 快不能呼吸了 但是因为肚子大大 丢佛陀的脸了 你看佛陀那个腰多细 所以各位你要讲不能说我无所谓 那当然你是学弥勒菩萨 另当别论 所以弥勒菩萨它的愿力是 所有人看到我都快乐没有忧愁 所以它显示这个欢喜相 心情不好一看到弥勒菩萨就好啊 心情好啊 那你的胖不是欢喜相 是爱睡觉相 哪有什么欢喜 贪欲相 爱钱有爱钱的脸 就是那个脸 就是那个脸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修空性 那你要时时刻刻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讲什么话 怎么进来怎么出去 你都很注意 这叫空性 如果我这样讲话 大家好 这叫没空性 你要调好你的声音 听到人家的耳朵不能太大声 也不能太小声 你的表情 你的内心 如果我现在心里有一个不好的心态 对方看到我也会很痛苦 很痛苦 连动物都有这个敏感度 对不对 明天要下雨了 蚂蚁就先出来了 看蚂蚁你就知道动物了 所以各位了解说 所谓空性就是 释迦牟尼佛要讲的这个真理 缘起 信空 互相影响 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友情 跟花草树木无情的存在 都是互相依存 互相影响的 所以你的一个起心动念行为 都在影响了世界 所以叫世界为心造 法界 始法界为心所造 所以每个友情 只要你起心动念所产生的行为 都在影响了世界 所以我们一定要净化世界 而不要污染世界 你不能说我生气跟世界有关系 干你屁事 我打我小孩子 关你 你打你小孩 我们心痛 很痛苦 特别现在有媒体 现在这个媒体 远方非洲发生的一件事情 整个世界都会知道 前一阵子英国查理宝宝 他得了一个很痛苦的病 他爸爸妈妈想要把他送到美国 结果后来还是没办法 查理宝宝还是往生了 来 法国会功德 我想查理宝宝 所有病死儿童 找得离苦得乐 家庭父母 解冤事结 断除烦恼 了解佛法 那我想每一件事情 你都产生一个关心 所以各位如果了解这个道理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世界了 金刚经讲 一核像 因为有了网络了 所以地球变小了 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 任何地方马上就可以感知到 互相在传 这个影科星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个发生什么事情了 所以 但是我们对这些事情 要给予关心 给予祝福 给予回向 你不能说 他选上总统关我什么事情 因为他选上总统 老百姓就被这个 有影响力的总统影响了 所以我们更要努力的 修行跟心态 我们的福德善跟智慧功德 要赶快回向给他们 回向给法国总统 回向给美国总统 回向给缅甸总理 现在我们中国跟印度 有一点小小的抹茶 来法会功德 回向双边国家 和平相处 你做了各种点灯 因为印度人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就是印度人 因为你学佛了 学佛我们肤色不一样 国家名字不一样 事实上我们的本体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有佛性 离开你我也不能生存 离开我你也不能生存 我们生生世世都是母子关系 都互相依赖的 所以要互相感恩 要互相帮助 佛陀就是要转达这个真理在这个世间 而不是互相竞争 而不是自私我执 这个我执本位主义就会对立 有对立就会竞争 斗争就会战争 就有世界这种恐怖主义 认为你伤害我 所以我伤害你 我死了我升天 这个讲法还不是那么正确 所以那现在佛法可以告诉我们真相 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你要很积极的 想尽办法透过各种管道 把佛法弘扬出去 因为佛法里面 不分对方喜欢修什么样佛法 那我们都要懂 因为要让对方了解 这个最重要了 因为这个世界 世界 念一下 世界是我家 众生是父母 都是合为一体的 所以你要关心世界 你要关心众生 一切都互相影响 今天各位救了几只鱼 救很多人不用下地狱 不用生病 因为他就不用杀鱼 吃鱼 今天我们救了几只鱼 河神更快乐 天神更快乐 诸佛菩萨更欢喜 地狱就有很多众生离苦 七只鱼 超度一个地狱的 放了多少的众生 这些功德回想给 没有福报的二轨道 它也可以升天 不是光放鱼 我们布施水 各位在那边 布施面包 做替身多 在河边做烟共 然后再来我们去为他们绕塔 所以今天上午去放生 当我们去进三脚踏是绕塔 不是你去绕塔 是带着替代这些鱼 这些有形无形众生替他绕塔 希望他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 自12月1日启动秋冬防疫专案 请您共同配合以下事项 一 前往医疗照护 公共运输 生活消费 教育学习 观展观赛 休闲娱乐 宗教祭祀 洽工机关机构等八大类高风险场域时 因为不易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且会接触到不特定的对象 请您务必佩戴口罩 二 在户外人潮聚集的场所或集会 请遵守业者或主办单位的人数管制 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请您自主戴上口罩 参加过程也请配合食联制 量体温 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 感谢有您与我们一起努力 守护你我的健康 周到大学 正是参加的 在人论中 身体温重 身体温重 不 Quindi我要去洗我了 taking洗我了 我去洗我了 我把它洗得太瘋了 Мне要洗我了 你都要洗我了 我先洗我了 那么我去洗我了 我洗洗我了 我洗我了洗我 我洗我洗了个细节 我洗我洗我吧 那有時候被孔子希望可以看到 人家那些小孩子的孔子 那些人就在封鎖那裡 也就叫些孔子 那天下有孔子 封鎖那裡有孔子 那些孔子的時候 欸孔子就在封鎖那裡 而是孔子喝汗 那就是孔子喝汗 孔子裡有孔子 從孔子裡有孔子 在孔子裡有孔子裡 以孔子裡操作品 这种种状态会有什么意思 把这种状态都给人家 有什么意思 这种状态都给我们 用手做的来自然 这种状态都给我们 这种状态是什么 这种状态是什么 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 literature. 沒什麼回去嘛 如果不再這麼包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请收看 慈悲冬吕 日本红发型